桃園市議會25號進行農業局園民局與秘書處工作報告 桃園市議員徐其萬指出 前幾年市府在沿海陸廊種植的樹木 因為種完就沒管理 導致樹木生長受限在固定的榜繩隨時會被折斷 痛批市府沒有落實為冠 現在看到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最近會趕快跟海管柱一起去 還有大雲公所一起去現場 會看看怎麼樣 趕快把這個快倒塌 這些樹木是在鄭文燦時代的時候是我們榜繪集來去種植的 當然我們很感謝你們榜繪集的努力 種出來這麼一個零零步道 真的很漂亮 但是你種了 你也要去修剪 也要去管理 你看他這種樹木像這種樣子 等於說 這個不是一天兩天 是我們長期以來我們的市政府 對我們桃園的所有種植樹木 不只你榜繪集 包括前副市長 你其他的極處 養工 新工 水務極 各個極處都有在種樹 你種樹你要去管 對不對 你不要把市種出來就是這樣 風 大風一吹 不是啊 攔腰折斷 那我們還要照零嗎 譬如說這個部分我們馬上跟公所會去現場來處理這個事情 謝謝 到底這條路是誰要管 這條路是你們公所管 還是海管處管 還有其他將其他所有的樹木 但是我們有督導的責任 沒有督導的責任 那就請不上你去 我們有督導的責任 這個部分跟議員您報告 管理單位應該是公所 但是當時的一些包含維護的專業 農業局這邊可以協助 另外一點 可能在除草或者道路養護裡面 我們看看怎麼樣同時來兼顧 黃婉如議員指出 桃園虎頭山出現蛇的機率越來越高 質疑捕風捉蛇大隊都把蛇送到虎頭山野放 要求農業局加強管理禁止野放蛇類到虎頭山 應該要送到更山區的區域 因為在虎頭山這個如果要放的話 應該屬於第一大隊跟第二大隊這個部分 那我們可能會再去了解一下 因為確實我們捕捉到的蛇是要放生的 是放生 那最近的桃園就是虎頭山 原則上我們會請他找 比如說山區比較適合蛇類生長的環境 那是不是有在虎頭山這邊 報議員我還是要去調查一下 那是不是林務科長這邊 我跟你講我希望真的捕風捉蛇大隊這個是得證 但是對這些捉到的這些蛇 蜜蜂的話他們是會回去泡蜜蜂的藥酒 有啦這我比較不擔心啦 但是這個蛇我希望桃園已經是雨傘節很有名了 我不希望你們也把這個蛇放到虎頭山上 因為畢竟這是我們桃園一個最重要的一個 最重要的這個 最重要的一個大家休閒 觀光爬山 桃園市流浪犬貓的問題相當嚴重 也發生多起浪犬攻擊人的事件 陳偉業議員認為增加收容空間非常有必要 純座TNVR是遠遠不足 請東寶處研議收容所擴增 因為我知道的狀況是像 我們農業部目前每年都有 改善動物的收容這個設施的計畫嘛 那我們桃園目前有申請嗎 我們一直都有在申請 一直都有申請 那申請的補助我們哪來做什麼 一般做基本上就是做收容處所一些改善的一些設施改善 還有包含一些物品的消耗費 設施的改善嘛 對吧 所以本席會提到這個流浪動物的原因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目前我們桃園的流浪動物 其實還是很多的 如果有動物團體去飼養的 他們還有一個生活圈 但是或許我們也可以用這個TNVR的政策來做嘛 但是如果他沒有人在固定餵養的話 本席認為我們要適度的收容 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所以局長 我認為改善或是擴大我們這個收容設施 來做流浪動物的這個中繼的這個救援站 農業局未來我們是不是可以考慮來加強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第一個包括精準捕捉的部分 然後包括我們這些TNVR的工作 甚至我們捷運 指數晶片打疫苗這一些 那我們怎麼樣呼籲 有一些氏族不要隨地的餵養 這些相關的配套措施 我們都會來跟中央 然後還有跟我們動保處一起來努力 針對陸宿問題 副市長蘇俊斌也坦承有管理不當的責任 會跟相關單位一起討論陸宿圍館的權責分工 避免再有類似的情況發生 蛇類野放的問題也將會進一步調查 不會在野放島虎頭山 記得內部依靠運報道 支持你 谢谢大家